实际上邓小平在军队里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不是人们外界以为的邓小平掌握着军队 实际上在军队里的不同意见也非常强烈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邓小平最终渡过了难关 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把部队控制住了 利用他可以控制部队 把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的要求 一场和平的演变给镇压下去了 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1989年为什么那场运动造成了对共产党那么大的一个动摇 就是因为它不仅来自于老百姓的反对 也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所以那场运动会变得那么强烈那么大 它实际上是党内和党外的 所有的人都在反对邓小平这种政策 而邓小平之所以在那场艰难的斗争中能够取胜 关键是它在整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子女形成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 那么这个利益集团是坚决支持它的 所以它最后显胜了 所以在1989年之后 中国的政策呢 共产党的政策就变得更加依靠这个官僚资产阶级 在1989年之间的政策就变得更加依靠这个官僚资产阶级